科学工艺级革新部长郑立康9月的时候表示 莱纳斯以针对废料管理向原子能制造局提出 萃取土元素的方案 但大马核能机构官员昨天却表示 提取土的建议并非来自莱纳斯 第四条片来自莱纳斯是 我们的则是参与了 它是参与了 在华与斯的则是参与了 华与斯的则是参与了 是参与了 它是参与的则是参与的 它会不会想到这种货选的 这种货选的则是参与的 在当时有了新的技术 如果有新的技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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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出于新的技术 如果有新的技术 我们可以找到新的技术 我们可以把这些序设的研究 可以把这些序设的研究 所以我们能够制作 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 从UKM的研究 我们可以让这些研究 这就是我们把这些研究 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 日前,部长郑立康曾表示 兰纳斯留下的百万吨废料 是一定要解决的 反之,如果关闭稀土厂 废料就会永久留在大马 而政府就必须要耗资数千万 把辐射废料综合成普通废料